兩件事我覺得還是要分析一下 徐曉昕的心理狀態 徐曉昕到底在幹什麼 就第一件事他到底在幹 就是說大家開記者會 干你什麼事 你國民黨開你們國民黨 民進黨開民進黨嘛 大家喝水不犯井水嘛 你去那邊就是純鬧場嘛 所以我想問一件事就是 大哉問 徐曉昕是不是皮癢 我覺得徐曉昕要去 第一件事他是不是皮癢 什麼叫是不是皮癢 就是說他這幾年乖了嘛對不對 這三天就比較乖啊比較低調 沒有到幾陣子 就是說上禮拜還是皮癢 然後這禮拜 六日一二 乖了四天嘛 皮癢又跑去鬧事 大家又拿他當開場 他是皮癢這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我覺得中國官媒 介入到台灣媒體 我跟你講 大家我們是 聲斗小民 大家都說很誇張很離譜 你是民進黨的 你是執政黨 執政黨要不要處理一下 抓到說罰兩百萬家停播節目 我節目已經停播了耶 這算懲罰嗎 兩百萬對中國來說算大錢嘛 我跟你講 我寫個稿子就三千美了嘛對不對 你們要處理一下 你們民進黨 等一下先講一下 NCC是獨立機關 所以不要說執政黨 你是要選中之外 沒有我今年讓給別人去 是是是 好啦我先講徐曉昕啦 急了啦 他不是創下歌急了 急了 急了 徐曉昕真的急了 但他到底在急什麼 對啊 我跟你講 應該是整個國民黨都 最近都抓狂起來 但徐曉昕其實是應該要去 我覺得他要去做這個精神鑑定 他這個行為超誇張超幼稚 而且完全是一個 你無法理解的 你要知道連8加9都知道 人的頂頭你不要去闖 對 這個是關鍵喔 我們台灣頂頭最出名 等一下 你說關鍵 89都知道 89都不會這樣幹 對 你不要在人家的場 你可以在旁邊看 那有的知道說 這可能有點衝突的時候 有點敏感的時候 你就不要再穿自己的衣服去那裡 這是我們所有 全台灣的人都知道 好 第一天 是陳玉珍跑去 對不對 第二天 人家陳玉珍已經覺得說 都已經大家在罵說 你陳玉珍在幹嘛 第二天徐曉昕還要去 你知道馬克思講說 歷史上發生一次叫做悲劇 第二次是鬧劇對不對 對 造成悲劇的那個是笨蛋 造成鬧劇那是壞蛋 對 他不是因為笨他是壞才去那個 你故意在人家開記者會的地方 然後你拉一條皮尺在那邊量說 我這邊一公尺 然後還把它貼起來 那是要怎樣 你是周星馳電影看太多了 我跳進去了 我又出來了 我跳進去了 我要出來了 我只是經過 我要停下來了 我只是路過 打我啊笨蛋 你又坐下來了 你要坐下來了 你要站起來了 我站起來了 我坐下來了 我站起來了 打我啊 笨蛋 這樣很八九 這個叫什麼 諧星的表現 要不然就是 二百五的表現 堂堂一個中華民國的立法委員 他為什麼要做這個動作呢 這是很奇怪 你的主張什麼 要不然我也想聽聽你的主張是什麼 他的主張 你要主張 你是去戰身 陳玉珍也莫名其妙 因為陳玉珍莫名其妙 然後你再去戰身一個莫名其妙的事情 然後又更莫名其妙的行為 去戰身一個莫名其妙的人 莫名其妙平方 這個很奇怪 他完全 如果他是說我的今天主張 是針對這個視線怎麼樣或什麼 那你要等民進黨開完 或者你在民進黨開之前 人家反正行政院也講了 監察院也講了 你好好去開一個 你就講這個 你的憲法見解也好 不是你就開記者會啊 對答 做媒體平衡啊 如果今天 如果一個立法委員可以這樣子 那很抱歉 那是不是以後 每一天民進黨也派一個立委 到國民黨的外面 就在那邊 然後也拉一條 喔 我今天這個是101公分 比徐巧新的距離多一公分 沒錯 那請問一下這有意義嗎 請問一下 這是國民黨覺得這是對的嗎 請問一下 如果我們做這件事情 絕對被罵爆你知道 對啊 這是世界的笑話 那徐巧新為什麼要做這件事情 他是覺得說 因為謝國良的那個 連署還差一點點 他是不是跟謝國良有仇 所以他覺得還差一點點 你如果 他是基劉人他可以回去補選 如果沒有弄到謝國良的那個罷免 就無法達到大罷免時代的開始 對 所以他急了 徐巧新急了 急的是謝國良門檻還沒有達到 是這樣嗎 當然 我這樣講也是反算 因為他不會去擔心這個 欸 maybe他真的很擔心 所以我覺得 說實在國民黨你要不要好好管好自己的 立法委員理 否則以後真的每一天 都有人跑到你們的外面去搞這個事 那何必要黨團開記者會 乾脆每一天就中間 立法院這個外面那個廣場 放一個擂台好了 要開記者會 國民黨也好民眾黨也好 民進黨也好 都來這邊擂台 然後大家打贏的最後那個來開記者會 那立法院不就成了一個擂台現場嗎 那請問一下我們 每年要花這麼多納稅人的錢 去養你們這些立法委員幹嘛 我覺得要譴責徐巧新 是好 非常謝謝永鴻的分析 我覺得真的是急了 就是說你這東西 其實我坦白講 就害死謝國良 害死葉原子嘛 好 沒關係 可是問題是 中國對於台灣入侵 你以為只有伸手到電視節目嗎 你以為只有伸手到傳統媒體嗎 沒有 新媒體更是中國 無孔不入的地方